好,那我会顺便就讲一些观念 好,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角色 它新生角色的方式 它可以从它的图片库里面去抓 它也可以自己画 那也可以从外面的图片 照片档,图片档加进来 那一般就是PNG跟JPG的 它可以带进来 所以你可以自己用绘图软体 或自己从Google上面抓 从机器图图上面抓 抓好很漂亮的角色 直接把它上传进来 那它也可以用照相的 照相的 好,这几种方式都可以 好,那我们再抓另外一个角色 随便抓 好,就把它放进来 那假设你这一个人 要跟他一样的移动方式的话 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的程式 抠进来,对不对 那抠进来的方法很简单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蓝色框框代表 现在显示的这边的东西是小猫的 那我如果要写它的程式 我就要点在它身上 好,这边就是这个人的 好,然后我们要 如果要复制程式呢 直接把程式拉到它身上放掉 直接把程式拉到它身上放掉 好,那这样子程式就会复制过来 好,但是目前这一个人呢 他只有一个造型 所以他没有第二个造型可以切换 对不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他没有第二个造型 你就要自己修改 那Squitch的绘图的方式 他有点正图的方式 还有向量图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从向量图 换成点正图 他就不可逆 就是没有办法再切回向量图 那两种画图的方式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那这个我们以后再介绍 那点正图的方式呢 就是一般小画家的方式 好,假设我把他的角切下来 好,切下来 然后转个角度 接过来 好不好 这就是第二个造型 我刚刚忘了复制 应该要先复制 复制 然后去改第二个造型 我刚刚忘了复制 所以你要先复制 再改第二个造型 现在不晓得回复来得及 还可以 好,还好 好,所以这是原来造型 这第二个造型 对不对 好,我一样 再把手 把头变大一下好了 好,我变大 再放回来 或者手 再动一下角度 接回去 好 这样有两种不同造型 对不对 那 好,那你现在程式 已经有不同造型 那你就可以一样执行 所以他也可以跟着动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复制层次的方式 还有你那个造型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造型 你可以自己加 自己加 好,来 你很开心 好,很开心 много忍 �准 老公